《消息》 你昨天一直抱着我 在喊老婆 我喝醉了 酒后显真情嘛 话说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当初为什么甩你啊 是你出轨还是他出轨 你别拿你的标准 来衡量我们之间的感情 那你都给我透露一点吧 搞得我挺好奇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 能把你折磨成这样 有没有照片 给我看一眼 嗯 你耍我 这是你老婆 一会儿我跟你去公司考察 考察 你不走了 我不走了 这就是你租的车啊 怎么 有一家 我以为你怎么得租一个 废油的高级货 没想到 连油都不用烧 纯电的环保 实敬 实敬 他来了 师妹 今天我们坐姜总的顺风车 不用了 我搭公交就好 我真的是顺路 而且昨天你也送我们了 就是啊 跟他 甭客气 上车 安全带 让我给你了 太吵 性格那么差 难怪你老婆气你而去 等等 不说你痛楚了 你这怎么还挂个银片啊 这么寒酸 等之后哥送你个好的挂件 不用 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难道是我不知道的什么高级货 这就是我老婆亲手做的 这个是我老婆亲手做的 租个车还挂这些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不喜欢 这种零零碎碎的东西 我老婆喜欢 你真的是三句话不理你老婆 那当初 她以为什么事离开你的 没事 小师妹不会说出去的 对吧 小师没睡了 你给我一人说 你小点儿是 对了 我一会儿还有会要开 我安排高熙 带你四处去转转吧 我想先了解一下 网管部的情况 你来影视公司了解 网管部的情况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职业病 那你俩应该挺有共同语言的 小师妹 任务就交给你了 让她见识一下 我们网管部的厉害 好 先走了 江总 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我想了解一下 那你过得怎么样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让高总监来接待你 陆连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陌生吧 江总 你恐怕找错人了 我不负责公司的项目 跟你自然无话可说 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项目 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们需要聊一聊 你打算无视我到什么时候 你是来签离婚协议的吗 不是 那没有什么好聊的 我们之间就只剩下这些了吗 你都不好奇 我为什么留下来吗 我不关心 江总 麻烦您让一下 我还有工作呢 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高杰 你见到陆离了吗 没有 我也在找他 奇怪 这人跑哪儿去了 看到他 叫他去我办公室 我店都坏了 好嘞 怎么了 怕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吗 我们在 不想让我辞职的话 你就安静点 你属狗的呀 你属狗的呀